平均值的信賴區間到底該怎麼樣子來推定 現在我們已經從機率跳到敘述統計 現在跳到推論統計 這部分就稱為推論統計 推論統計就是我要去推論某個數值 到底應該在怎麼辦 或者是做更進一步的整個模型的推論 像菲氏網路 但是我們這學期大概能夠教到的 就是比較簡單的數值的推論 整個模型像菲氏網路的推論 有興趣的話下學期修理工智慧 我們再來講 平均值的信賴區間 我們知道平均值Sbar會趨近於常態分布 根據中央期限定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知道某個東西它是常態分布的話 而且平均值是多少 標準差是多少 我們就不需要去推測信賴區間人 它就是固定 問題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時候 我只能透過樣本去推 我不知道平均值是多少 我要透過樣本去推測平均值 那我們來做一個操作 現在我做一個很快的操作 各位我剛做得很快 如果你有看到的話 那你應該知道View是多少 如果你沒有看到 那現在你就可以來推了 好 現在呢 我們取了25個樣本 我剛設定了一個mu 那個mu呢 假設你不知道 雖然是我設定的我知道 可能剛剛有看到 你可能也知道 OK 那這25個樣本 你覺得它的平均值 就是它的這個mu應該設定成多少 剛剛我設的應該是設成多少 才會產生這樣25個樣本 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介在於7、8、9、10左右 對不對 那我應該mu是設成多少呢 也有6 也有11對不對 7、9、10左右 那我沒有到補色成多少 這時候你要猜 你就從樣本裡面去猜 OK 這樣不好猜 對不對 但是 如果我給你這個 那你會猜多少 8 或9 8或9 對 那如果不一定要整住呢 8、9、9 那你會猜多少 那我就直接猜8.5、19728 當然不可能很準對不對 然後可能你猜8.5、19728 它就是8.5、19728 但是 這樣猜 合不合理 我用這個的平均值 直接來猜 母體的平均值 合不合理 那機率統計上會告訴你 合理 這個東西叫做不偏估計是 因為你這樣猜呢 它的期望值 你猜測的期望值 會剛好是目標的這個面 所以叫不偏 你猜測的期望值 不是猜測的值 是猜測的期望值 這裡要想一下 猜測的期望值會剛好是那個面 既然它的期望值剛好是那個面 就是不偏 不偏估計是 好 那所以呢 我們 這樣子來看 你 我們再看一下 這裡 那它的標準差是多少呢 標準差我們說出來1.45 那 我 如果說 我猜測這個平均值 借在8到9之間 那它有多準 那真正的平均值 會落在8到9以外的機會有多少 那如果我猜測它的平均值 應該是落在5到10之間 那又有多準 它會落在5到10以外的機會又有多少 不一定 你要算 你要用 你要用 用那個 假如它是常態分布的話 那你要去根據常態分布的線形 去算它的面積 才知道他的 從這一個範圍到那一個範圍 到底佔了多少面積 OK 所以呢 我這邊公布一下答案 我們的μ到底是多少 我剛剛是8 但是呢 我計算出來是8.51 那我如果不知道它是8 我用mins來推測μ 我有多大的機率可以推測重 我推測他的範圍 我有多大的機率可以推測 讓他的範圍裡面包含這個面積 不一定 你要看你的推測範圍是多少 如果我的推測範圍是-100到100 那應該是接近1 如果我的推測範圍是-7.99到-8.01 或者是-8.50到-8.52 那我的機率應該很小 可能只有-0.01 所以要看你推測的範圍是多少 那 在這裡我們知道標準差確定是2 因為你看我們的操作裡面 標準差就是設定成2 在這裡我們知道標準差確定是2 如果我們知道標準差確定是2的情況之下 那我想說用8.519728 來取代母體的平均值 但是這樣子是一個點的猜測 這個點的猜測會 會準的機會是維乎其微 幾乎是0 因為你剛好猜測8.519728 他剛好就是8.519728 這個機會幾乎是0 但是呢 如果我猜測的是一個範圍 是譬如說7到9之間 那他的機會應該就不小了 如果6到10之間 那機會應該就更大 那到底這個機會會多大呢 所以我們直接用樣本的平均值 來推估母體的平均值 這種做法稱為點估計 但是點估計通常不會準 因為 因為他是推估一個點 但是剛好落在那個點 機率是0 基本上是0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改變一下 不要應用一個點號上去 而是去推測 mu的可能範圍 這時候的估計 就稱為區間估計 那各位想到區間估計 當然就是信賴區間 跟信賴區間 變換來叫區間估計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寫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呢 就是用來做區間估計的R程式 那這個R程式 我們先來執行一次好 執行一次 然後再來說它的意義 然後來貼上 OK 這樣R程式 這個函數就進去了 直接貼上 所以很方便 那接下來我就用這個函數呢 來推估 推估R等信賴區間 那請注意喔 我這邊呢 我沒有設R法 所以R法會採用預設值0.05 0.05就是5%的機會會落在外面 那也就是95%現在區間 所以預設是0.05 那我這樣子執行 以下 那我 我可能要把它存到一個字 存到一個字 好 這時候他傳回三個數字給我 這三個數字分別是什麼呢 信賴區間的下限 信賴區間的上限 跟估計的平均值 那估計的平均值其實就是這一個 8.519728 我就用點估計去估計他的平均值 但是呢 在7.735743一直到9.3037 是之間的機率是95% 也就是說 μ會落在這個區域範圍的機率是95% 那你看是不是有落在那個範圍 因為我們是用8 我們用8 落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他沒有很特定 他沒有超出我們預估的範圍 那你大概 這樣子做總共做100次 大概會有5次是掉在外面 95次回落在範圍裡面 所以不代表說他永遠都不會超出 永遠都不會掉到外面 但是呢 100次裡面大概只有5次會掉到外面 好 那這個就稱為 這個就稱為 平均值的信賴區間的估計方法 OK 好 那這個程式怎麼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1個 s是那個取出來的樣本 就剛剛那個25個樣本 所以在剛剛的例子這裡是25 很等於25 mS就是μ 就是估計的平均值 那就等於mS 然後呢 R1 用QNom二分之α就是在找 2分之α 等那個積分的那個點 積完之後 它的那個點在哪裡 那 R2呢 就是1-2分之α 就是左邊 右邊 兩邊 各結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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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L1呢 就是 MS 減掉R2 乘以 SD 乘以SQRT N 這個東西呢 目的 是再把它 化成標準常態分布 把它化成標準常態分布 L2也是 把它化成標準常態分布 那 因為我們這裡是取標準常態分布 把它轉換成標準常態分布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把這個 三個數字的正列算回來 這三個數字就代表 信賴區間的下限 信賴區間的上限 信賴區間的上限 跟 預估的運營值 所以這個 Range 常會 就是 這一個 暗數的結果 當然 我們也可以 不要用 95%的信賴區間 我們也可以說 用 99% 如果 用99%的信賴區間 的話就是 0.01了 88 就0.01 稍等 88 等 0.01 R2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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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预期的符号 in R2等于in range sd sd这边好像有点怪怪的地方 看一下 这里没有加透点 好浅 难怪也错了 所以R2 如果我们希望99%的信赖区间的话 它的区间范围会变大 7.4到9.5 本来是7.7到9.3 区间范围放大 信赖度就变高 那如果我们希望说 0.0001 OK 那范围就会放得更大 如果不要那么大的信赖区间 我只要90% 那我这边就用0.10 那这个呢 它的区间就会变小 7.9.3 0.10 0.10是 怎么跟这个重复了 我看一下 0.10 再来 0.20 抱歉我弄错了 我应该打R2 难怪我想说奇怪怎么重复了 OK 好 R2 OK 那就错了 那如果是0.20 就是80%的信赖区间呢 OK 就范围就会变得更窄 更小 8.007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80%的信赖区间 我们的这个例子 就落在外面 因为落在外面的机会有五分之一 这个就刚好是那个五分之一 所以 你会看到信赖区间的大小 会影响到它的纪律值 所以这个程式请各位去试试看 然后弄清楚它到底在算什么 为什么信赖区间是这样算 各位去操作一遍 然后去了解一下程式 谢谢